現在就做一個糖漿 一個金黃色的糖漿 帶一點點苦味 可以做法式燉蛋、焗蛋 或者其他煮菜的時候 放進去一個比較甜味的糖漿的醬汁 它就有一點苦味, 會減輕甜度 但香一點 現在我不算它有多少重量 我放一份糖 這是一個小碗 去到藍綫的糖 有兩個方法可以煮 要是慢慢讓糖自己溶化 就變成黃 但鍋子一定要很乾 不可以有水 但鍋子比較難控制 現在就先做那個有水 加半碗水下去煮 這樣就比較容易控制 但就要預備定一些滾水 要加一點下去 因為它會很溶 很濃的 這樣做了可以做拔絲蘋果 或者拔絲椒 就不需要加水 但如果你打算煮定了 用來做甜品 或者就 放進醬汁裡做鹹的菜 就要煮定一鍋熱水 等到時候加進去 好了, 我就在這裡煮定一些熱水 另外就加一點水 加一點糖 這樣就大約半份 半份 三份一到半份 那我就加半份 我加半份 我加半份 但都要看著那個火 如果太過激 或者怎樣你需要 就加一點熱水 因為每一種牌子的糖 都會有不同的濃度 好了, 現在我就開火 先讓火大一點 讓它溶 溶得快一點 然後就要關小火 要不然就很容易焦 現在就等它慢慢煮 不可以心急 好, 現在等它熱 好, 現在等它熱 好, 等它熱 现在就等它开始滚了 开始滚了 这里就开始好小心了 它一滚火就要关小一点 不然就好容易焦,就变成全虎 水就是糖的三分一至一半 现在滚了,我就关小它 等它们的水收的时候 糖就会开始变金黄色 但是你小心不要碰到它 糖是很热的,你碰到你的手即刻烫伤 当它不是那么滚的时候,又加一点火 火就要看着滚的度数,你就加大或者收小 如果你不想苦,它一金黄色就离火 不要再继续煮 如果想有点苦味,就煮久一点 火关了,它开始小,你就加大 就这样慢慢控制 不心急,可以 如果不加水,就这样糖慢慢煮 它就会快一点金黄色 但就会很稠的 如果是流不是立刻用的 就加少少热水 混合稀 如果做拔丝苹果,拔丝椒之类 就不需要加热水 即整就即瓶了 即拔,即拔 这些糖,开始稠的 这些糖 记住不要放手指 也不要试味 会辣死的 快来OK了 如果做花生糖 那些脆身的花生糖 你可以立刻把花生放进去 再黄一点 放进去 然后搅拌均匀 就会变成花生糖 行人糖 就不要再加水 OK,现在开始黄了 看不看 开始黄了 再加少少热火 如果你做花生糖 就可以这样 就已经可以放花生 再加少少热火 如果你是煮 用来想有少少苦味 你就再 等它黄一点 OK,它可以关火了 因为火还热 关火 看不看它在绿金黄色 你再黄一点 你开始闻到糖胶味 这样就开始苦了 看不看 开始苦了 不要再什么 关火 然后这里的水 就滚了 因为现在我不是用来做糖 你见不见 你黏便拔丝 见不见 你拔到丝 见不见 如果你炸了香蕉 它就立即拔丝 但我现在不是立即拔丝 我就要加些水 混起它 我只是要焗味 你加的时候 不能太多 慢慢慢慢 不是炸出来 熟死都被天光 见不见 你看 你一路就这样 它起泡 很小心 不可以 放手下去试 亦都不可以试味 你在这个时候 你闻到很香的糖胶味 糖胶味 糖胶味 是很香的 现在开始一路黄 所以一定要关火 你不关火 它就一路 一路再焦下去 就可以了 现在我再加水 因为太稠了 边上有些糖 就焦了 你试一下 放下去 如果它熔到 那就差不多了 现在还是很稠的 现在很香的糖 糖胶味 如果你用来煮菜 用来调味 咸 就是放在咸汁里 就可以稠稠 少少 不要让它焦 你放在碗 它会凝固 像花生糖 那样 煮一会儿 用热水浸 不然糖 就黏在旁边 就很难洗 好了 那你找个碗 找成倒 看不看 很漂亮的金黄色 如果你是现场 你会闻到很香的糖胶味 不是 糖浆味 经常说错 OK 今天是这样 拜拜 见不见很漂亮